明星 彭彭 明星 光臨 明星 彭彭 明星 彭彭 明星 彭彭 空落圍圖 我插飛那一年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到嘉義當評審 第一天我做很普通評審 第二天那夜夜 大火卡定給我 叫我當主審 我好想將我擔心 那是什麼事 我當時就找不到 讓我當主審 他說 大家說 古年的財盤 去弄壞了 我怎麼 挖那麼大鞋背的那樣 財盤會叫弄壯金喔 這是以前的事啦 那是事實的事 說過大家 他講說今天的評分 下午四我們比較沒清楚 老師的建議很簡單 不是光是唱單天而已喔 拿一點功夫出來 你這曲子的 處理的態度 語氣 跟細節性 我要聽這個 你聽到嗎 不過我這單天 唱到大大聲 這樣沒時間了 你要進出前幾名 必須哪一點實力出來 要知道我的意思喔 各位參賽選手 下午都看你們的喔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房間 謝謝你們的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所以我先介紹我們的 補我們的這個精英組的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評審老師 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第一位是 廖本哲 廖老師 廖老師 好 廖老師是永慶房屋的董事長 那本身呢在樂器方面相當的在行 這裡來行 廖老師喔 已經出了很多唱片 這CD啦 就是在那個 塞克斯風的方面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黃哲銘 黃老師 黃老師 好 黃老師是我們 農民歌唱事業的我們的老師 就是 溫馨農村 跟那個陳秉宜老師 在那二三十年前 就是農村有登獎的 全部在參加比賽 所以 黃老師跟陳老師 真的是我們中部地區的 第一把教育的老師 所帶出來的 不只是有老師級的這個老師 那還有我們歌唱的選手 好 那第三位是我們 陳碧 陳老師 陳老師 王詹惟是不是王老師 陳老師 好 陳老師 陳老師也樂器高 黃老師一樣都是這麼愛 好 接下來是 徐子群 徐老師 徐美女 是不是美女啊 再一次的掌聲一下 徐老師這七年有來 對 然後人長得漂亮 歌又好聽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請他上來 為我們 唱一首王昭君 沒有啦 人家的啦 人家的 好 接下來是我們 張茂榮 張老師 張老師 張老師在我們 中部地區也是相當有名的老師 本身也教了相當多的學生 好 阿 吳哥 非常歡迎 是的 感謝五位老師 早上坐下單 今天很辛苦 而且今天 下午的精英組 更加的厲害 尤其來自於 全國的各位精英 全部到齊了 我看大家都 真的是 這樣大家都緊緊緊緊 這樣 所以 所以